大家好啊朋友们 14点57分了啊 这有一位先生发了一个博客啊 他说有一些问题发生了 这哥们姓B啊 B福建的B是吧 乳啊 河南有个乳州还有个乳南啊 乳州就是那个谁 胡锡进的老家啊 啊然后和谐社会的谐 谐吗 是吧 人皆能言方为谐 有何入口方为何啊 必辱谐的博客 他说他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右派分子啊 他说他是作家 现在住在纽约啊 他说北京哥们来电了 冒号 说这个习啊 这个这个一尊 挥泪斩 栗战书啊 北京哥们说栗战书完蛋了 老习的对立面 拿出了真材实料 栗战书本人深度的介入了女儿女婿的贪腐 我说啥 你仔细讲讲 北京哥们说呀 栗战书当贵州省省委书记期间 他的女儿女婿跟一个开矿的企业家发生了矛盾 那就是我昨天说的那个湖南人 那个湖南楼底的是哪的 那哥们叫曾胜国还是叫曾国胜 好像叫曾胜国 应该就是跟他是吧 那个人是被贵州省招商引资给请去开矿的 然后和隔壁的一个矿 说是隔壁的矿倒采了他们家的矿 17万多吨的煤炭啊 这就很大一笔钱了 然后那个人一直不服 一直在告 这两天一个真名叫陆群的 他在网名叫做御史在图 原来他是湖南省纪检监察系统的一个干部 那个人出过名 也帮助很多农民吧 维权 好像什么金银花啊 设计一个药材的 完了那个人出了名了 后来到了一个国企 还是搞那个纪检监察这块 那个人跟那个曾胜国是老乡关系 他帮他发生了 昨天我已经做了三期 那个人举报的那个微博的啊 因为我要仔细的来研读 做了三期 然后还没做到第四期 正好有这材料了 那个上面第四期 我马上要说的是说 说贵州省主要领导人 主要负责人 一般来说 用这种话来表述 那就指的一把手 一把手就是书记 书记有两个人选 在那个时间段 一个是栗战书 另外一个是现在公安部部长赵克志 他们俩都有可能 但是现在根据种种的蛛丝马迹 种种的这个迹象看 栗战书的可能性比较大啊 然后呢 说他的舅子 那就是省委书记栗战书的舅子 说姓刑 现在只要能够认定啊 就是栗战书的老婆 如果是姓刑的 那么有可能 有可能就是 这个这个栗战书的就能够确凿了啊 就能够把这个证据实锤了啊 那现在没有我查了一些资料 没查到栗战书老婆姓什么 但是姓刑的在河北人当中应该不少啊 我老家也是河北 然后那个我在仁秋 河北仁秋待过 这个栗战书老家是保定吧 保定哪个县我忘了 然后离我们那也不远 我在老家有两个姓刑的老师 一个是校长 一个是老师 一个叫行联体 一个叫行力学啊 1989年的 19886年到88年初那段的啊 这都30多年前的事了 还有一个河北饶阳县 饶阳是属于衡水吧 饶阳县的一个小姑娘 20多岁吧 现在有没有30岁差不多 他是在北京某一个这个出版社 食堂 食堂是那个库房保管员啊 我算是老得哈的他啊 送货要不然他刁难我啊 这个也姓行 是吧 还有叫行什么的 我想想姓行的 反正姓行的北方人多 可能可能啊 是跟这个最大可能性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栗战书啊 当然那赵克志是山洞人 山东青岛的 青岛那边姓什么的 多姓曲的 曲曲折折的曲 姓鸾的啊 什么姓琴的 他都有一些地方性的 包括江子牙的江啊 因为那边我也常去啊 现在看来栗战书可能比较大啊 说发生矛盾了 然后栗战书亲子亲笔批示 干脆坑了这个企业家坑 是坑害了 还是把他挖个坑给他埋了 咱都不知道 坑了这个企业家 还说他亲笔批示 这个叫曾胜国的可能是啊 说现在进去的人 可能抓了几个人啊 这个死死咬住栗战书 说这里方方面面的证据 确作无误 那么习的对立面 把这些材料 同时送给了栗战书本人以外的六个常委 是吧 你在北京 说实话啊 你在北京 你比如说那个国家信访局 他都有特殊的邮政编码 有很多国家机关 什么全国人大 很多部委 都有特殊的邮政编码 你要不知道的话 你连信都寄不到那里边去 每天国家信访局在那个收发时 都是一麻袋一麻袋的那种 那种那种信 就是可见全国有多少的这种冤家错案 我怎么知道这个呢 是有一个姓季的 原来我在旺京搞业主维权的时候 这个季老是我的主要支持者 他的老岳父是全国政协常委 是这个马恩列斯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 就叫中央编译局 也是我的客户啊 是那儿的一个 一个副局长吧 叫江春芳 江春芳也是梅兰芳 周信芳 这两个唱京剧的入党介绍人 后来他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创社社长 这个他的老部下 就是这个唱歌的啊 这个支持我的这个老季 季老爷子 他的老岳父的 有两个老部下的儿子 在国家信访局 就这么回事 所以我们小区的那个物业 怎么打压我们 怎么跟我们 哎 这个材料 我们能递到国家信访局里边去 他真正收到你信 会给你一个回池 那个回值吧 回值 回值上面有一个编号 如果没有这个编号 你那个信 就不会有人给你回复 有了这个编号 他可能最后啊 还是一层一层的就劈下来 还最后 比如说北京市 北京市转到朝阳区 哎 你不管怎么样 有这编号 他最后会给你一个答复 当然这个答复也有可能就是糊弄糊弄 甚至不给你处理 但是他要有一个答复 就是这种文独主义 官僚主义 这种 是吧 文山惠海 但是会有一个答复 后来我就拿了这么一张纸 上面有一个国家信访局的那么一个号 一个编号 它是好多组数字 我现在忘了 那老爷子给我了 要没有那个可能就把我抓起来了 幸亏有那个东西 所以在中国就是这么一情况啊 那么给了六个常委 如果能递到常委那 那这个人也花了钱了 就这个曾圣国 他一定是花了钱了 也走了关系了 要不然到不了这啊 这个可能在底下又给拖来拖去 绕来绕去 又给他绕晕了啊 这个当初我们搞维权的时候 就我们的季老爷子就认识一个 给胡锦涛还是给温家宝写稿的人啊 也也有那么一个关系 当然我们为了小区的事 大家90%以上人又不支持 又跟那怀疑观望 太拼命也犯不上 是吧 比如说我堂哥还是朝阳区驻建委的 也还是个大头呢 对吧 我为大家的事 如果我过于的 是吧 你包括你就是亲属 你那么好求吗 对吧 这里边好多事啊 这个六个常委 那就是习是一个 然后李克强总理是一个 常务副总理 那个韩正是一个 然后全国政协的主席 那个汪洋是一个 还有那个中央 中纪委书记赵乐际是一个 大概这几个人 也许王岐山也能得到 因为那个在那个国家监委 中纪委 是吧 有很多王岐山的势力 反正这几个人吧 可能会知道 说这十足的将了老习一军啊 栗战书是老习的铁杆 这就跟1983年严打张廷发 张廷发好像当过空军副司令吧 后来是不是到了那个哪去了 到了哪去了 张廷发把刘亚洲的材料 送给了李先念 对张廷发好像空军司令 还是空军政委 刘亚洲是少壮派啊 给了把他的材料给了李先念 走的是一个路数 李先念是刘亚洲的老丈人啊 对吧 谁也不可能公然在批上面批示 有法不一 当年李先念国家主席嘛 能够当缩头乌龟 老习现在没办法当缩头乌龟 他是老大呀 只能挥泪斩这个这个栗战书啊 挥泪斩马素吗 其实有人说马素其实并没有什么错 真正的错在诸葛亮 诸葛亮为了掩盖自己的重大战略失误 把人家马素给人斩了 是吧 借他的人头掩盖自己的错误啊 我说哎呀呀 这2020年才几天呀 就闹出这么大个事啊 到底谁是老习的对立面啊 北京哥们说都说是王岐山 王岐山有这么大势力吗 是吧 王岐山这不是国家副主席 副主席没有什么实权啊 就说原来他有一些势力 可是他要真有势力 那海航 那个陈锋王剑的事又怎么解释呢 海航都破产了 陈锋被抓了 王剑都死了 也说不太通 反正这里边的事 这个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你来我往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谍中谍 戏中戏 是吧 各种的套路 各种的卧底 是吧 然后我说真的假的呀 上次你跟我说刘亚洲刘亚伟哥俩都被抓了 结果是一真一假 北京哥们说了 反正现在北京干部子弟圈都这么传着 信不信有你 总而言之 今年有大热闹看了 是吧 所以这事不好说啊 不好说 在中国很多事可能 可能永远不会有一个真正的明确的答案 或者说拿出来一个结果 比如说把把这个栗战书给办了 肯定说他一堆罪状 可能需要半年多长时间组织这些材料啊 反正但是前两天我不是做直播 还有人问我说 卡爷 说这栗战书没出席政协的会议 我还没当回事 我说也许感冒发烧了 当然他们这个级别得病的几率不高 是吧 或者有什么事 反正17年吧 那个那个江泽民他们那个派系控制了南华早报吧 就是马云买下来的 一般来说都是说是江派 不就是说过栗战书的女儿叫栗潜心 说他的这个还是叫栗慧心啊 说他的那个那个女婿叫蔡华波 也是个富商 说在香港买豪宅 价值多少多少亿 这个不新鲜吧 如果这都混到常委了 你的儿子儿媳妇女儿女婿 什么大舅哥小舅子 是吧 七大姑八大姨 要没跟着你一块 轻盈腹寄 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一损俱损 一荣俱荣 不跟着占点便宜 占点官 这也说不过去呀 那你当官干嘛呢 中国不有这么句话吗 三年轻知府 十万雪花银 千里做官为了吃穿 不就是这路子吗 是吧 说的都好听啊 嘴上说的都是主义 肚子里想的都是生意 满嘴的人意道德 一肚子难道女娼 全是这路子呀 有一个不是吗 谁不是 对吧 你们告诉我谁不是 所以也没什么新鲜的 对不对 这当年 五六年前吧 就是我们同学 像我的同学不都是那个总政大院的比较多吗 解放军总政治部的黄寺大院的 他们就传呀 但是我们都在同学群里都说呀 说这个谁呀 这个总政副主任兼军纪委书记张树田上将 祖籍河南商丘 说他被抓了 同时被抓的还有他儿子 他儿子就是我们同班同学呀 是吧 他有个姐姐 他们家长得白 但是流大黄鼻涕 冬天的时候那会儿也冷 是吧 就说抓了 然后我们同学聚会的时候 我们班有另外一个同学 男同学 还给我们会声会色的描述 说这个他们家是河南商丘人吗 他老伴 过年的时候有人给他们家拜年 邦邦一敲门 一进屋 就拿了一个书包 说书包里是五十万 那还是很早之前了 那还不是现在了 那这现在的行情 五十万可打破不了 是吧 然后他 就是我们同学他妈 就是那张树田的媳妇 就把那个钱 那书包就抱着 就抱到礼物去了 然后这张树田出来 在客厅 沙发上跟你寒暄寒暄 聊个十分钟八分钟的 你就完事了 你就知道你没事了 然后明年你也可以弄点这个 是吧 这都是 战光 然后那个张树田抓了 然后那个我们同学 我们同学是总装备部的 总装备部叫陆军车船装备采购局局长 大校军匠 反正我们同学里 大家那会都说 只有他有可能当将军 结果还抓了 还有他的表哥或者表弟 就是张树田的外甥 姓刁 姓刁 也是总政的一个处长 同时被抓 至少这三个人 我想应该还有秘书之类的吧 秘书啊 警卫参谋啊 可能还得抓几个人 是吧 还有那个徐才厚 原来也住在总政大院啊 就是住在总政大院 东院有一条斜街 那个东围墙 挨着柳英公园 那个一个灰色的门 门上有一个 这横着的 那个那个长方形的 这么宽大概 这么长 长方形的一个观察孔 然后你从这儿过 如果你在门口不走 然后哨兵就把那观察孔 可能有一个小玻璃 有机玻璃的打开 看你 看你是不是在那停留 应该是有一个警卫牌 有一个警卫牌在那保卫着 还有西院警卫帘 然后那个警卫帘西边 那有几个 有一个小胡同 那可能有三个院 大概是三个院 然后每一个院都挺大 院里边有一栋 二层或者三层的小楼 那应该也是给总政几个副主任局 那个给他们住的 都是将军楼 还有一些老的将军楼 那就后来很破旧了 都是我们小时候六七十年代就有的 那小将军楼后来真破 有那个老太太 像是南方的 然后那个这个很老了 就坐在门口 那个那个藤椅 那个藤坐的椅子 藤椅都很旧很旧了 然后有个圆壶 圆形的小湖 还有长湖 就那么一个水塘 在边上有那么两三栋 那楼都不行了 周围停的车也都是破车 旧车 都不是什么高档车 那都是老的了 可能他们的老伴啊 那老头都死了 其实这都是空的 最后这些地位啊 军祥啊 官职啊 钱啊 女人啊 反正最后就灰飞烟灭 是吧 但是人活着时候 是吧 在中国就是攀比吗 中国人也喜欢说啊 那我是老家哪的 我们那出了谁谁谁 是吧 我们那村出了谁谁谁 也都这么说 是吧 可能我也这么说 我也爱聊这个 是吧 反正有可能 栗战书 我刚才说了 那个南华早报 马云买下来的 据说有江派背景的啊 17年就说马云的女儿 如何如何了 这种事多了 原来那个杨精 蒙古族的 从内蒙古调来的 应该是李克强的嫡系吧 也发现杨精有问题了 本来是国务院秘书长 哎 结果 最后好像给他降职了 降成触及待遇 给退休了 就没抓起来 其实都应该抓 应该抓的人多了 杨精那段时间 搞了一个叫什么 在国际上叫巴拿马文件 Panama Papers 巴拿马文件 出来了可能好几千页 可能有一至少 一千多页的文件 巴拿马文件 全世界很多国家的这个权贵吧 哎 就是上层 官员呀 演员呀 富商啊 名人呀 啊 三分之一左右是中国大陆的 我都看到那材料了 杨精 住西城区啊 什么德胜门 西大街 多少多少号 啊 那都有门牌号啊 姓名 然后股东是谁 全有 那个是被一个叫国际 国际调查记者联盟 好多国家 好几十个媒体 啊 可能发动了几百人 最后把那材料一块弄出来的 在中国挣了钱的 不管是当官的 还是经商的 稍微有点脑子的 全把钱转移到境外了 要不然地下钱庄 发那么大财呀 对吧 那香港有好多空壳公司 还有什么巴拿马 巴哈马 什么和属安德烈斯群岛 百慕大群岛 英属维尔京 美属维尔京 是吧 什么这个列支敦士登 安道尔 卢森堡 全是干这个的 摩纳哥 对吧 这西方国家 瑞士 中国的有钱人 把钱很多存在瑞士的 那都不是一般的做买卖的 那都是 直接签个字 就把国库里的钱 银行里的钱 就能变成自己的 对吧 好吧 朋友们 是吧 咱就说这一小段啊 砍砍大山 砍砍更健康 歇会儿我再跟大家砍